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度军舞,我是小杜 大家都知道赤城号航空母舰作为日本海军的第一艘大型航空母舰 其排水量高达三万六千吨 上面不仅有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飞行员 还集成了当时日本各种最先进的技术 而且赤城号还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大功臣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 这么一艘牛气轰轰的大航母 却被美军一位中尉带着小队投下三颗炸弹给炸了 顺带着这个中尉又去轰炸了飞龙号 今年小杜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位美国中尉 理查德·哈尔西·贝斯特的传奇事件 贝斯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仅18岁就加入美国海军 两年后贝斯特转为海军航空兵 到1942年的夏天 美国海军已经完全把战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上的大规模行动之中 而这时贝斯特已经是VB6的作战队员了 这一中队历史于由海军上尉韦德·麦克劳斯基所指挥的企业号飞行大队 所装备的飞机已经升级为新型的SBD无卫式俯冲轰炸机 1942年6月5日 中途岛海战中 贝斯特更是创造了三艘飞机轰炸航母的奇迹 一般而言 在航母攻击机队发起攻击时 领先的机组要越过最先接触的目标 去攻击靠里面的目标 这样随后的机组在前方机组发起攻击时 也正好处于靠外目标的上方 整个机组可以同时发起进攻 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还可以避免遗漏 可当时飞得最领先的飞行员之前是个战斗机驾驶员 并不了解这一点 在刚刚飞到第一艘日军航母加赫号上空时 就压抑不住战域的直接扎了下去 后面不明所以的美军机群也跟着一起进入了攻击 结果一共28架SBD轰炸机 齐刷刷的对着加赫扎了下去 这时候贝斯特看不下去了 他疯狂的呼叫其他战机 然而没啥结果 贝斯特沉着冷静的分析下局势后 带领两个辽机飞向了正在轮值舰载机的赤程号 并投下了三枚1000磅的炸弹 辽机的炸弹一颗扎在了赤程号左旋的海里 另一颗扎在赤程号的舰尾海里 而巧的是贝斯特投下的第三颗炸弹 不偏不倚地命中了赤程号的本部升降机 竟然直接砸进了机库 引起了机库还未起飞的满油舰载机 鱼雷炸弹 更是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炸弹带来的连锁爆炸 使得舰上的火灾一发不可收拾 贝斯特成功地靠着唯一命中的一颗炸弹 把赤程号变成了一颗大烟花 这还没完 随后贝斯特又带领队友们 对日本另一艘万吨航母飞龙发起进攻 根据贝斯特的队友 詹姆斯·弗朗西斯·穆雷说 他只能看到贝斯特带着他的炸弹 在冲击潜化的烟雾中来回闪现 在看到赤程号等航母已经完全丧失动力和战斗力后 考虑到大型船舰的拖曳 可能招来更多空袭 甚至被美军给领过 因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56 下达终止中独岛作战的命令 并给赤程号资程处分 就这样曾经威风铃铃的赤程号憋屈地沉默掉了 战争结束后 美国军方授予贝斯特海军十字勋章 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来表彰他在一天内成功轰炸两艘日本航母的伟大战绩 感谢观看本期零度军舞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